我喜歡這個開場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掰片機車資訊網 我是小三 從旁邊呼嘯過引擎聲 還有我身後看板這個PIT房 大家都知道我們今天又來到了 利寶國際賽車場 今天我們要來參加的是 米其林輪胎的新胎發表會 其實這幾年 只要你有玩車 不管你是賽道派的山路派 你都會知道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人 喜歡到賽道上去享受 操縱自己愛車的感覺 所以米其林從2020年開始 冠名贊助了米其林賽道日 至今已經舉辦了超過90場了 在疫情期間到現在 90場活動是非常多的 不重複的參加者有超過5000名 總參加者也超過12000名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台灣現在很多人玩賽車 然後米其林也很願意去投入這一塊 所以對於喜歡玩車來說 我覺得目前台灣整個環境在發展 絕對是好的 那根據他們的統計 在所有賽道日中 最多人使用的 其實就是 米其林的Power Cup 2 在他們米其林賽道裡面 最多人使用就是這款輪胎 因為大部分人 在需要性能的同時 其實也是希望可以稍微兼顧一下 我偶爾會去山道跑一下 日常的使用性 所以這一條 具備了賽道性能 但是同時也很兼具 一定公路能力的 米其林 Power Cup 2 是很多人喜歡的 其次就是純淨賽台 Power Performance Silic 這個是純淨賽的光頭台 基本上是不建議 也應該說 根本就不應該在公路上使用的 但是如果你來到山場 你想要推單圈 要做極限的性能挑戰的話 它是非常好的選擇 也是很多資深玩家 在挑戰單圈的時候唯一選項 只是不管輪胎再好 當科技進步的時候 它一定會再有新的版本推出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參加的 現在場上在跑的 因為我們發表會 試駕會已經結束了 所以官方還有準備一些時間 給車隊 給專業車手來測試這條新輪胎 所以聲音會有點吵大家見諒一下 就是新款胎 Power Performance Silic B2 最新的版本 這個最新版本其實 它就是延續了過往 米其林在性能胎 在競賽堂有一些優勢 比如說來自MOTO GP 開發所得到的最新技術 讓它有一個超導熱的速度 可以快速讓輪胎進入到工作溫度 以及它在各種角度之下 都可以提供均衡的接地面積 並且持續的從新胎 到你用到最後的輪胎已經快消耗完了 從頭到尾都可以提供完整性能這樣的特性 還有就是 它是專門為了賽事開發 所以不管是日系歐系車款 你原廠車來對應的話 它都可以讓你發揮出最佳的性能 這是它的綜合特性 為了要達到上述的這些特點 它也應用了高密度的速成技術 用更結實的胎體能 讓它在高溫高速的情況之下 也可以提供足夠的穩定性 同時也搭配了米其林獨家的 碳黑配方技術 讓它的抓低性能獲得大幅度的提升 更重要的是在這次V2版本 它推出了一個次世代的X輻射程技術 讓它在高速的行駛狀態之下 包含了舒適性、穩定度 整個輪胎的性能 都可以獲得一致性的發揮 所以簡單來說 它就是把它的操控性跟反應能力 再一次做優化跟提升 這個就是這次Power Performance Sleek V2的最大特點 上述是性能面的部分 但是我們都知道 米其林最近在推星台的時候 都會強調他們有一個要黑科技 它就是很造型面的 它強調說 我們這個性能很強的同時 我在視覺上也要兼顧 所以透過這個要黑科技 一樣是黑色的 但是在太陽照下來 在你停在路邊的時候 你一樣可以看到它的商標 它的Logo是很漂亮的 這也是它的一大特點 上述是這條輪胎的特性 其實我們剛剛前面就有說了 米其林這幾年 非常非常重視台灣賽道日的舉辦 所以這次當新款競賽套要導入的時候 他們也特別邀請了 米其林賽車部門的專員來到台灣 因為米其林其實你看長期以來 它現在是MOTO GP的輪胎供應商 而且不管是頂級的賽事 或是各個地區型國家級的Superbike賽事 他們其實都有大量的投入 所以他們擁有非常多的輪胎科技 技術相關的know-how等等 他們希望當我今天賣一個競賽級產品的時候 也要服務以相關的14歲 這一次專員有來到台灣 同時也邀請了法國的職業車手 FSBK的現役選手Kenny來到台灣 跟大家分享這條胎 騎起來的感覺如何 同時也要挑戰一下力跑的單圈紀錄 最終挑戰結果如何 待會我們再說 我們先來回到輪胎本身 這一次為什麼我們說它要帶很多的資訊來 因為其實米其林的競賽胎在命名上有一個地方很特別 他們的輪胎分為Soft、Medium跟Hard 傳統我們一定會認為說 Soft 都是軟膠料 因為MOTO GP賽車我們看說 現在要衝單圈的用軟膠料 可能今天是在一般的正式的競賽中 可能會用Medium甚至用Hard 但實際上他們Soft、Medium、Hard 它只是一個命名 它對應的是溫度 對應的是現在的工作狀態 所以其實如果以它的定位來講 我真的要應付賽事高溫激烈操架的話 要選擇的並不是Soft而是Hard 如果我今天沒辦法很用力的操控它 沒辦法讓輪胎溫度升起來 又或者像今天早上我們在試駕的時候 是比較低溫的狀態 那其實要用的是Soft或是Medium 這個觀念跟大家過去習慣的 健賽就用軟 然後我要比較耐久 或是說我沒有那麼長時間激烈操架 可能就是用Hard 觀念是不太一樣的 這個其實很簡單 我們今天也討論了很久 因為大家都覺得聽起來有點反之覺 軟硬、Hard、Soft 跟我們認知的不一樣 但你只要把它想像 它就是一個代號 基本上你要追求性的 你就是往Hard這邊去走 它對應的工作溫度跟胎壓 那這些其實米其妊相關的經銷商 他們都有資料 如果你未來在買一台你想挑戰單圈 你不知道要選擇哪一個型號的話 其實都可以直接到附近的經銷商去詢問 OK 那上述是這款輪胎的基本特質 目前它的相關的販售的金額、型號 你們都可以到經銷商去問 接下來我要分享的是我的騎乘感受 首先今天早上我們下去的時候 因為運氣不是特別的好 早上其實有下雨 地面是濕滑的 那在那樣的情況之下 我坦白說 我不知道我在騎什麼 因為我很怕 光頭胎 它沒有排水紋路 雖然路面上並沒有到積水 但是你很明顯的是濕的 在那樣的情況下 即便有暖胎包 我還是騎得有點膽戰心驚的 但是當我騎一段時間之後我發現 對沒有錯 在一些特定的彎道我開油 浮動感是明顯的 因為像MT-09 我早上先騎街車 它瞬間出力出來你還是會扭 但是當你騎換之後 包含它的胎型 我們在變換動作 又或者是它的抓地力在發揮的時候 變換它是非常值得信賴的一條輪胎 然後接下來我有陸續試了10R 但是我一直在等 等到放晴 那到下午確實放晴 地面也乾了 我騎著S1000RR2023年 是的 下場去測試我發現 這一條胎真的給我很高的安定感 我覺得在我的騎乘過程中 對我很久沒有來利寶大賽道 最近騎的都是輕檔車 可是包含胎型的變化 因為其實 BW S1000RR這台車 2023年速 它電況非常的細膩 但是我要講 我們今天騎的這台是全新車 它還在線轉的階段內 它沒辦法超過8000轉 直線底我會拉到6檔 斷油 尾數只有180 沒辦法徹底發揮性能 可是即便在這樣狀態下 我發現S型的彎道 需要大前腳過彎的彎道 其實我可以透過這條輪胎 很盡情地去展現 去走我想要走的路線 該吹油就吹油 該中煞 玩煞都可以做 甚至有一次 因為我覺得尾數只有180 我應該可以撐到過100公尺在煞車吧 可是當我這麼做的時候 有點煞不下來 但輪胎 它反應會讓我覺得說 我是可以安心的 所以沒有錯 我是沒有辦法順利進彎 但是延遲往後退的時候 我並不會感到驚慌 因為我覺得包含車包含胎 都給我很好的感覺 所以這款胎我覺得 未來如果你想要推單圈 重點是推單圈 因為你真的要徹底發揮性能 你使用到Hot的版本 你一定要暖胎包 你在山路上不可能這樣使用 而且我真的再次提醒大家 這個胎非常的強 但是拜託不要用在山路上 有溫度很重要 而且你在山路上 沒有辦法達到它的工作溫度的話 它不會比你的Power Cup還要好用 總之 就我個人感受來講 我覺得非常好用 那對於人業車手Kenny來說 其實Kenny今天表現 我真的是有被它嚇到 因為其實昨天 它就已經稍微試過 可以突破現有的單圈成績 那今天早上來看到施滑路面 它先用 就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今天溫度沒有那麼高的時候 我就用Midian 用Soft這樣子的配胎下去試 稍微看一下 確認一下場地的狀況 還是施滑的 同時因為畢竟是剛來挑戰 它不是常常在利寶練車的人 再確認一次路線 跟腦海中機也是一樣的 它就下來 等到下午放晴之後 它先用Midian 前後Midian去試 OK 現在賽道狀況都可以了 它決定要挑戰單圈了 透過溫暖台包的加溫 而且對應到現場比較高的溫度 地面溫度之後 它換上前後HARD去推單圈 直接推到了1分45秒4 直接破單圈 其實最近力保很多 國外職業廁所都來推單圈 那這一次Kenny 它又再一次把它往前推進 可以大步的推進 我覺得是很厲害的 甚至超級技能的校長 更在後面跑了 雖然一圈 但它也破了自己的最佳單圈 來到1分49 這都是很驚人的 我覺得賽車就是這樣 包含了輪胎的資訊 一些相關的最新的科技 甚至是車手們 它騎乘的方式 路線的選擇 這些都要透過不斷的交流 大家才會一起進步 進步之後 你就可以覺得更好玩更有趣 這也是為什麼米芹 這幾年它要持續舉辦 賽道日的服藥人 我覺得這次非常棒的 那接下來在長地紀錄破了之後 先到新的產品 我相信米芹 應該會在賽道日部分 再多投入一些東西 所以如果喜歡玩車 其實我相信很多人 對賽道都有夢 那賽道日真的沒有那麼難 你真的想來 因為前幾天我看到PTT 有人在問 我第一次參加賽道日 要吃的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很簡單 不管你今天買半天一天 其實來第一節 放輕鬆一點 你就先認識路 熟了以後 就是提早回油 合環有節奏的煞車 順順的吹油 等到你都熟悉之後 再慢慢的去改變它的節奏 再晚一點回油 再晚一點點煞車 然後再早一點點開油 順吹多吹一點 慢慢的慢慢的調整 其實你會發現賽道真的很好玩 而且很安全 但最忌諱就是一來就 天下無敵下去就硬衝 那個就絕對危險 總之呢 賽道很好玩 新產品很好用 接下來如果有在關於 包含新產品 或是一些車界的資訊的話 我們都會以影片的方式 來跟大家分享 給大家做參考 如果你對這條輪胎 或是對這個新紀錄 有什麼想法的話 歡迎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維持燈 先記得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